你知道吗?在往期影片里,能快速降温的神奇小薄片,竟然还能反过来把热量变成电,就像给能量来了个乾坤大挪移。 这小小的半导体制冷片,冷热之间竟然藏着这么多秘密。 今天我们就来亲自验证这个能量魔术式的发电绝活,看看它是怎么把温差变成电量的。 还有最近很火的半导体制冷小空调,商家宣传的神乎其神,真有那么厉害,还是在画大饼。 我们准备了专业的测温仪,电流监测设备,现场拆解,全程实测,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,带你看清半导体制冷技术的真实模样。 错过真的会拍断大腿。 这是一个半导体制冷片,将它拆开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有很多一粒一粒的小方块。 这些平方块有的是N型半导体,有的是P型半导体,两种材料组合在一起,就会形成一对热电偶。 一个半导体制冷片,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热电偶组合而成的。 当我们给热电偶接上电源,在它的两端就会出现热转移,半导体一面就会制热,另外一面就会制冷,这就是它的制冷原理。 其实反过来,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半导体制冷片来进行温差发电。 半导体制冷片有字一面是制冷面,没字一面是散热面。 我们可以将散热面贴到一个大号的散热器上,在散热器与制冷片之间,需要涂上导热硅枝,增加它们的导热系数。 因为单个半导体制冷片,它的发电电压比较低,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串联起来,增加它的输出电压。 这里一共使用了六个,型号是12706的半导体制冷片,把它们的发热面全部固定在散热器上。 然后,再将这六个半导体制冷片串联起来。 红色是半导体的正极线,黑色的是它的负极线,串联的半导体数量越多,那么它的输出电压也就越高。 如果输出功率不够的话,也可以通过并联来增加它的输出电流。 在散热器的底部需要安装上之下,将散热器抬高,方便在散热器下面放置酒精灯。 这样,一个简易的温差发电器就制作好了。 我们在制冷片的避震壁覆上,接上万用表,查看它的电压,准备一个酒精炉,将它点燃。 然后放置于散热片下面,对散热片进行加热,可以看到,现在万用表的电压再缓慢地上升。 随着制冷冰片的制热面温度升高,两边的温差变大之后,它的输出电压也会越来越高。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的输出电压,除了锅侧蓝体制冷冰片以外,也可以在制冷片的制冷面增加散热。 比如说用水冷或者是风冷进行冷却,这样也可以拉开温差,增加它的输出电压。 写着温差的变大,现在输出电压已经到了12伏左右。 接下来,我们在半导体制冷片的输出端接一个12伏的灯泡,看能否正常点料。 没有问题,散热器的温度,现在大概是七八十摄氏度左右,将酒精灯取出来,停止加热。 看这个灯泡是不是会熄灭,随着上一期的温度慢慢地降低,温差也越来越小了。 这时候这个灯泡的亮度也越来越暗了,没有了温差之后,这个半导体制冷片也就不会再进行发电了。 重新再对制冷片的散热面进行加热,当半导体制冷片两边的温差再次拉开的时候,又会重新开始发电。 这个就是半导体制冷片温差发电的方法。 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朋友,也可以自己动手实验一下。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种半导体制冷小风扇,算不上智商税产品。 它的趣事可以制冷,但是我劝您别买移动小空调半导体制冷小风扇。 它的制冷效果到底怎么样,寄来了就拆它。 这种普通的风扇,无论风力有多大,吹出来的风都是热风。 这款小风扇,它里面有半导体制冷片,就是这东西。 常见的饮水机制冷,就是靠它把水给冰凉的。 半导体制冷片确实可以制冷,不过呢,同时它也会发热。 正面制冷,反面发热,所以呢,还是要实测一下它的制冷效果,开机一共四个档位。 四档的噪音着实有点大,64分贝不过呢,这灯光是真好看,如火焰燃烧的效果。 晚上放在床头,肯定非常漂亮。 正面是冷风出口,上下风向手动调节。 左右两侧是它的热风出口,开它10分钟。 然后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,到底能下降几度。 一不小心过去18分钟了,现在的室温是31度,正面铝片的,温度现在是28度。 吹出来的风30度,降了一度,吹在脸上略微有那么一丢丢凉爽。 不过有一点要说,它的风力非常非常小,只有2.5米每秒,离得稍微远一点就吹不到了。 它只适合放在桌面上或者床头使用,冷风效果有,但是不明显。 不过要注意的是,它现在左右两侧热风都吼39度,这这很尴尬很尴尬,吹出来的冷风还没有热风多。 接下来拆解,看看这货到底值不值182块钱,你没有听错182。 我现在都怀疑它里面没有半导体。 制冷功率刚刚忘看了,它的功率只有67瓦,直接揣吧。 这里应该是装油头电机的位置,预留位置了,但是没装。 阴哥了不过两侧吹热风,响一响摇头,其实也没什么必要。 哎呦我去,有点暴力啊,主板AED风扇散热片。 主板就是一个R20伏转,只留12伏的开关,电源用料中规中矩吧。 这里保险丝,安规电容。 波器整流桥,貌似管变压器,输出的滤波电容确实是差点意思。 这个是它的主控芯片,NCU这四个AED灯珠有点意思。 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电机,小电机带动这样一个小滚轮转动。 本类啥全都是凹槽,四个AED灯珠配合它。 再配合这块亚克力板,就可以好火焰燃烧的效果。 这里必须好评哈,不过也没什么卵用。 182块钱,我买的是制冷又不是IED,最后就剩下核心,这块大的是制热的,底下这块小的是制冷端。 大风扇向前吹,把冷风给吹出来。 上面这个风扇,把热量向两边吹,拆散它,拆散它。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半导体制冷片,确实有这样的片在中间。 制冷片是12伏5A的,功率60瓦,它制冷面的散热片太小了。 这是发热面的散热片,这是制冷面的散热片。 它显得它这部分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 完全可以把制冷面的散热片再做大一些,做大一些,冷风效果就会好一点。 朋友们还记得这货吗? 几十块钱DIY的制冷杯,它中间就是一个半导体制冷片。 只要把这个杯子换成和下面一样的电脑CPU散热器, 那它不就是一个半导体制冷小风扇吗? 下面热风朝后吹,上面热风朝前吹。 这种半导体制冷小风扇,算不上智商税产品。 它确实可以制冷,但是我劝您别买。 放在桌面上吹,那左右两侧的同事可就遭殃了。 四十度的热风啊,容易挨揍。 总结一下,这款半导体制冷小风扇确实有制冷功能, 但效果微弱,风一小且噪音大。 两侧还会排出高温热风,实用性欠佳。 182元的价格性价比低。 而半导体制冷片的温差发电原理很有趣, 不过目前发电效率低,适合动手挡探索, 不建议作为实用发电方案。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,记得点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